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,依法不依人。 那对佛陀说,啊,佛陀,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老师。 然后呢,佛陀听了这个话,丝毫没有露出喜悦之色,没有开心,听懂了吗? 反而问他的弟子,你见过世界上所有的伟大老师吗? 就是佛陀问他,你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,你见过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吗? 可能就见过我一个,你就说我是很伟大,佛陀就这个意思。 那个弟子说,当然没有,当然没有。 那么你认识现在活在世界上所有的老师或未来将要出生的老师吗? 实际上就是师父了。 你见过已经过去,过去的,和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,和未来还要出生的那些师父吗? 你见过最伟大的师父吗? 那弟子说,我不认识。 佛陀就说了,那么你说我是所有老师中最伟大的这句话,毫无意义。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,你所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。 你看佛陀谦虚了,对不对啊? 你说佛陀是世界上他见过最伟大的老师,因为你没有知道前面有过,后面有没有。 和你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,你没有见过所有伟大老师。 所以你今天讲佛陀,你说你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,是不是假?也不知道是真的。 你看佛陀讲话,有哲理吗? 那个弟子就说了,这弟子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些小孩子的弟子,什么东西都要找理由的。 2500年前就有弟子开始找理由了,佛陀一讲到不好,他马上找理由了,什么理由知道吗? 佛陀,我只想称赞你,因为您的教室这么的高明。 看见吧,找理由了吗? 佛陀就说了,那假如你认为我的教室对你很有帮助,那么实行我的教室,教室的事就是事业的事。 遵律,遵律我的教室,这比差更能使我高兴。 就是佛陀跟他说了,你如果今天能够遵律我给你的教导,遵律我给你的教导,而且去实行我跟你说的这些教导,更能使佛陀高兴。 佛陀接着问身边的另一位弟子,如果你要买贵重的黄金,没有试验之前,你会付钱吗? 你看看佛陀,就问边上弟子啊,你要是买贵重的黄金,你还没有试过他是不是真的黄金之前,你会付钱吗? 嗯,佛陀,当然不付了,因为万一是假的,那不就白花了冤枉钱了吗? 这个弟子,黄老师的,啊,佛陀接下来讲,你这就与我教导你们的事情完全一样。 那佛陀就是告诉我们,我今天佛陀讲的真理,讲的佛法,如果你们没有去经过实践,那不算的。 要经过了实践之后,你们知道我佛陀讲的是好的,你们才能验证,所以叫证悟了。 佛法是真的,你看佛陀谦虚了。 你看看你们现在小青年讲话呢,肯定对的,保证你放心好了,我从来没讲过不对的话。 你看看,这跟佛陀这种对比啊,这个整个就是,一个是佛,你们就是人了。 佛陀继续说,你们不要认为我所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真实的。 你们应该自己去实践我的教导,看看是否真实不欺人。 如果你发现它的真实而那么有用,那么就去实行。 不要只是因为尊重我,才实践我的教导。 另外,不要批评别人所教导的,说别人的教导不好,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导师,他们自己都有帮助别人的方法。 因此对他们任何一个都不可心存倾断的,他们教导的好不好,这不是你的事情。 你的事只在使自己离苦得乐,同时帮助别人离苦得乐。 佛陀在2500年说的话呀,到今天还是这么的受用啊。 所以佛法那是真的是智慧的。 弟子们听了佛陀的教导之后,他们从此更能以理性客观尊重的态度去看待世界上任何的人和事物。 师父就跟你们讲,我以后还会跟你们讲佛陀教我们怎么看人。 佛陀真的是伟大,你们以为你们到庙里去看佛陀这么伟大,哎呀,就是这个形象伟大。 他讲的那些话,他留下了那些经典啊。 好,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,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。